今天要來分享微博科技weibo的 從此呢不用為線煩惱喔 它是超強的磁吸 非常便利 而且呢它是無線的磁吸充電器喔 我覺得它這個質感真的非常好 它有搭配它的專用的手機殼 還有隨意貼分享給你們大家喔 我要跟大家說這一台啊 磁吸無線充行動電源喔 它真的質感非常好喔 它有超大的容量 還有旁邊有一個小小的側邊支架 而且啊它的功能喔 真的非常非常的厲害 不要小看它這樣子小小一台喔 它有多重的安全保護 還有安全的低溫磁吸充電不傷手機喔 而且它商品啊 只要登入就有保固 那旁邊呢就有特別的告知你要怎麼樣做使用 掃描QR code就可以囉 側面呢還有防尾條碼 也可以做識別就不會買到假的商品囉 支持正貨 這台真心的要推薦給大家 它真的手感超好 而且呢顏色超級美 好就是完全超耐看 光滑的表面呢 而且還是UV塗層工藝喔 而且它可以使用在IOS 蘋果的或是安卓系統的手機 還有平板等設備喔 還有三種的輸出模式 USB Type-C或無線充 真的超級方便的 而且呢它直接磁吸 吸在手機上面 就可以直接無線充電了喔 真的超方便 完全不受限囉 我必須要說啊 這個皮革的手機殼 真的很漂亮 這個是iPhone 13的款式 它每一項商品呢 背後它都會 或是側面都會有這個 QR嘛 就是防針尾的 那記得下面這個塗層 可以把它刮掉 那這個是皮革磁吸手機殼 打開手機殼的外盒之後呢 就會有看到這個 有各種語言的 我覺得它設計得非常用心 你們有發現嗎 它這個是一個愛心的形狀耶 超級可愛的 你們可以看到啊 這個手機殼的質感啊 真的是非常好耶 而且啊 它在這個邊框處啊 它是做金屬的 非常有質感 整個都是大加分耶 它連側邊的按鍵 一樣是這樣子做同色系 的設計喔 那裡面呢 這一個 圈圈 不要把它拔掉或是扣掉 這個是磁力 磁力圈喔 這邊呢 裡面呢 你看 真的質感超好 而且它可以保護手機 不會讓手機刮傷喔 它背面啊 它的側面 我覺得都是做得非常的細緻 它下面的洞口處 我覺得也是算是做得非常精緻 也沒有說有那種跑邊的感覺 的狀況出現 好美喔 我的天啊 現在呢 我們手機殼 已經裝好了 是不是 看完照片呢 它裡面真的覺得 它真的非常的漂亮啊 接下來 就是 它的重頭戲囉 就是剛剛所介紹的 無線充電 剛剛你們還記得 這邊 手機殼裡面有一個圓圈圈 它這個呢 就是可以吸上去 你看 吸上去 我只有一隻手拿著喔 它吸力很強耶 超強的 我拿 手機這個地方 這樣比較準確 你看喔 我沒有拿 行動電源充電這個地方喔 它竟然這樣吸住了耶 這樣吸住了耶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真的有沒有在充電 有 它這邊是有充電的圖案 那我把這個拔掉 拔掉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沒有充電的圖案 現在就沒有了 那你看喔 再把它吸上去齁 吸上去 呀 已充電 正在充電囉 我覺得真的很方便耶 我就不用再插那個 充電線在屁股後面了 我覺得是很方便 而且重點是它吸力很強 後來這邊 剛剛有介紹到的 它還有一個 斜角的指甲 所以我就可以這樣放著 追劇 或者是呢 就是這樣更好 在家裡面啊 或在哪裡 桌面的地方 就可以這樣放著 那你就可以看到有訊息的話 OK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我覺得是很方便耶 重點是它這個手機殼的質感 非常好 它這個按鍵鈕啊 是非常順的 你們看一下 很順 然後打開齁 然後打開給你們看 這個畫面啊 你看齁 不管怎麼樣 來你看 這個 鈴聲 大聲 小聲 我覺得它這個就是設計得非常的流暢 它不會卡卡的 我好喜歡這個手機殼啊 真的超喜歡的 它質感真的非常好 你看它的質感 皮革的 所以就會更小心 愛護自己的手機 這一款磁吸水液貼 我自己本人 真心也推薦給你們大家 因為齁 它真的超穩固 真的吸力很強 而且呢 它是採用水暗的背膠 黏性非常好 而且完全不留痕跡喔 那我選擇的這一款顏色 它非常的 青春有活力的感覺 它的材質是選用PU材質 所以觸感是非常柔順的 它鏤空設計 所以呢 讓它的散熱效果更好 完全不影響手機的效能喔 可以貼在牆壁 鏡面或是門窗上 或是汽車等 各平面的地方 隨處一貼手機一放 自動吸附 直接磁吸上去 超方便的喔 我自己是覺得它的黏性啊 是還蠻強的欸 就是你已經黏上去之後 你想要去移動它 其實是比較沒有辦法移動的欸 所以就是要貼之前 一定要把 要貼的這個部位 要把它擦乾淨 之後把它黏牢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呢 已經把這個手機殼 裝在手機上囉 還有這一個 隨意的磁貼圈 也是已經貼好在我要的地方了 那給你們大家看一下就是 吸上去 是這樣子 快拿下來 因為磁吸了的話 你就是要找一下 欸它就會固定住了 固定住了 它也就不會掉了 所以就可能你在刷牙的時候 你就可以 欸可能看個影片啊 或聽音樂啊 看新聞啊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就是還蠻方便的 比如說喔可能你準備好 你要看 什麼東西啊 之類的喔 OK 好就比如說這樣子啊 就開始可以播放了 我覺得是一個還蠻不錯的 就開始了